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菲律賓分會 與喬委會合辦的 非華蜀旗文教研習會 讓華僑子弟有機會學習更多的 中華文化及迷俗記憶 日前在馬尼拉市是舉辦了一百零六年度 實驗室 新馬尼拉都會區 超過三百位喬校學生 起聚一堂 現場氣氛相當熱鬧 一百零六年非華蜀旗文教研習會始夜市 在華人區自由大廈的中正堂隆重舉行 由非華文經總會常務委員莊傑森 擔任大會主席 駐非副代表朱熹 擔任主兵 文副會菲律賓分會 每年都會與喬委會合辦蜀旗文教研習會 主要是為了讓華僑子弟 學習平時在學校裡學不到的 中華文化及民俗記憶 並由喬委會負責林派豐富教學經驗的資深老師 到菲律賓教學 我們也曉得這個菲律賓的華僑先進們 那麼他們對於雖然旅居菲律賓非常多年 甚至有好幾代 但是他們對於華僑子弟的 所謂的中華文化的部分 他們還是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這次的這個政府 那麼這次協助他們 然後辦這些活動 最主要我們也就是希望中華文化能夠繼續的傳承 本次為期六週的暑期文教課程 包括有語文 作文班 書法班 國畫班 朱新算班及民族舞蹈班 以德智提群媚 五欲並重的教育宗旨 來培養非華僑社下一代青少年朋友 維持華人的傳承 武文符會今年一共嚴厲 就是延續我們過去的慣例 就開辦了六個班 學作班 語文班 書法班 國畫班跟舞蹈班 參加的來報名參加的學生都非常的踴躍 我們在這裡特別再次的感謝中華民國的僑務委員會 每年持續給我們的支持與鼓勵 讓這個活動得以圓滿成功的舉行 非華暑期文教研習會 自開辦以來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 四十多年來從未間斷 造就了許多在文學 國畫 書法 朱新算及民族舞蹈等領域的人才 奉獻巧赦 臺灣宏觀電視王永昕 菲律賓馬尼拉開訪報導